全世界的生命说是不同生命,其实来自共同一个生命,共同的地水火火,所以所有生命其实是共一个生命,共同来自一个太阳,今天在座诸位,我们生命其实是共一个,今天没有太阳的照射,没有这个太阳的能量,全世界的人通通死了,一个都不可能活的,我们生命其实来自于太阳的能量,其实说你跟我这样分别,其实是多余的。 大家都借重于太阳,太阳一消失,所有的生命通通消失,所以所有的全世界的众生是共一个地水火火火的,所以我们要名跑,要物语,要同体,要大悲,名跑物语,我们中国的古圣贤讲的啦,名跑物语啦,佛教讲的啦,同体大悲,为什么同体大悲? 大家通通是地水火火火枯成的啦,哪一个不是咧?大家生命都是来自共一个太阳啊,我们生命不是共同体吗?是的,我们共同住在地球,生命是不是共同体?是的,从任何一个角度,都是生命共同体。 一,通通通来自一个地球,活在地球,生命共同体。二,通通是活在四大的假象当中,你的射身跟我的射身都是四大,也是生命共同体。 三,全世界都是缘起,都是空性,活在,你跟四的生命共同体。最后一个,我们的生命来自于太阳,也是生命共同体。 所以,人应当懂得分享,不应当自私。自私啊,连太阳公公都看不下去了。生命是我赐给你的,是地球承载你的,你才有这个生命。 你为何自私呢?不懂得分享呢?不懂得牺牲,不懂得奉献呢?所以在这位,越接近真理的人,他就越懂得分享,牺牲,奉献,对不对?因为生命它是一体的嘛。